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元的文化新样貌 来 第一个就是要帮助你们 为你们解决困难 那也希望你们来到这里 已经变成这个第二个故乡养娜玉林 所以政府就是要站在你们的立场来协助你们 来到台湾的这些东南亚 还有包括大陆的这些新移民 那他们来到这边 不管是先来或是后到 来到台湾这个土地居住下来 就是我们的台湾人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所生育的下一代 就是新台湾之子 也能够在我们这块的土地 受到很好的照顾 这个对我们新移民姐妹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们办这个活动 有非常有 姐妹有意见 可以提供给委员们 回去参政做参考 然后这个我们随习到的 今天有交易失职的问题还有小孩 我们小孩12年国交也非常重要 还有 张化县致力协助新住民适应生活 设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及六大据点的主动关怀访式 透过县府各局处协力合作 开设生活适应班 卫教专班及就业力讲座等 使新住民及新二代成为真正的新南向兼兵 成为张化值得骄傲的新力量 公益频道张化与普新采访报道